致死龟的 请评论区留言 在90月份的时候 东龟先生说过要出一期秋冬乌龟生病处理的视频 之后 也不时有粉丝朋友在评论区提到 现在东龟先生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 并请在评论区或弹幕中给出答案 乌龟腹皮肤架 致死的请留言 乌龟白眼 致死的请留言 乌龟赶肺 致死的请留言 乌龟肠 致死的请留言 乌龟假睡眉 致死的请留言 乌龟长疙瘩 致死的请留言 乌龟脚爪肿 致死的请留言 乌龟不吃东西 致死的请留言 在东龟先生发布的关于养龟的视频中 乌龟生病方面的视频 相对数量是比较少的 仅有的一些视频也多数语言不详 多是泛泛而谈 非常具体的很少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现在东龟先生就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为何很少发乌龟生病方面的视频 第一 想发布也发不出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一些相关作品信息 真不是东龟先生没发 而是发了大家根本看不到 但凡是一些乌龟生病问题 只要你说具体了 说详细了 涉及到乌龟生了什么具体的病名称 以及具体的处理方法 如药物名称 那么这个视频极大概率是发不出来的 统统会被判定为和人生病有关的问题 导致发不出来 如果你是视频作者 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做出来的视频 最后却没有办法发布 久而久之 你还想做这方面的视频吗 说实话 关于乌龟生病方面的视频 东龟先生现在确实是不想做 说深了不行 说具体了不行 结果发出来的可能就是这样的 乌龟张嘴呼吸 敢飞了怎么办 缓慢加温到28到30度左右 能吃食食 半食未入某某化学物质 已经锯食 浸泡或强灌或注入某某物质 你看的是不是云里雾里的 没办法 想要发出来 就只能这样 只能意会 不能详谈 实际上 就连关于乌龟生病方面的视频合集 现在它是这样的 名字叫乌龟问题与处理 最早应该是叫乌龟常见与治方法 然后被灭再改名乌龟生问题与处理方法 还是不行 最后才改成了乌龟问题与处理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东龟先生想发也难发 第二个原因 其实治龟意义不大 这个问题之前东龟先生没有公开说过 因为这涉及到人道和动物福利问题 不好明说 前面为何问了大家很多治死龟的请留言问题 其实说白了就是乌龟生病以后很难治 对于我们家养宠乌龟饲养者而言 乌龟生病以后最常见的一个结果就是 钱花了也给乌龟治了 但乌龟死了 龟财两空是最常见的结果 所以养龟当中才有了那句大名鼎鼎的话 小病不用治 大病治不好 这就是宠乌龟饲养中的现实 很多时候我们花钱只是为了心安 但乌龟该死还是要死 有人说不对啊 我看网上很多其他人发的视频或文章 说是乌龟生病以后很好治啊 那么 东龟先生建议你再深看一下 说这话的人是不是在向你推销 某某神奇粉末或液体一泡一喷就好 或者干脆就是收费咨询或纸规的 对于有专业设备和用品的专业人员而言 乌龟生病以后或许真的不算难处理 但是对于普通家庭宠乌龟饲养者 特别是新手朋友 乌龟生病以后真的不好处理 东龟先生不客气点说 纯粹就是碰运气 瞎猫碰上死耗子 例证就是对于同一种乌龟问题 你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物品去处理 可能这次处理好了 下次就不灵了 没有哪种方法是完全靠谱的 最终乌龟能不能活 还是要看具体的龟 充满了不确定性 充满了随机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了解那么多治龟方法 其实没多大意义 而且它还会产生一个更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忽视乌龟生病的预防 乌龟生病有什么可怕的 这种论调 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在网上看到 其结果就是乌龟病了治 治了病 无穷进也 其实如果你没有掌握那么多治龟大法 对治龟打触 反而可能会让你更注重预防乌龟生病 而这 才是养龟轻松省心的根本 第三 预防更轻松 治龟费钱费力 费时费心 关键是花了钱 还容易竹篮打水一场空 治龟并没有网上宣传的那么容易 一泡一喷 嗨 全好了 你糊弄鬼呢 感兴趣的去各个养龟场蹲蹲点 看看有多少一筐筐死掉的乌龟 或者问问那些 但凡养龟数量多一点的养龟老 手里积攒下了多少条闺蜜 治龟没那么容易 相反 预防乌龟生病就要容易得多 只需要把握住三个方面就行 防温差 温水质 增强安全感 东龟先生以往的视频有大量介绍 把握好这三个方面 你就能发现 以往你买的那些什么价格不菲的 治龟的神奇粉末 片货液体 绝大多数都是治之伤税 因为做好了三个方面 你的乌龟基本也就与生病古得败了 自然也就用不到那些东西 当然了 说实话有人喜欢有人恨 如果大家的乌龟养一只活一只 都不生病了 一只就能养十几二三十年 对有些人来说 似乎就不妙了 但是呢 东龟先生想对这些人说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如果一个养龟新手 他养一只死一只 虽然短期内能卖更多的龟 能卖更多的神奇粉末液体 但养一只死一只 也会极大打击养龟新手自信心 会迅速劝退很多人养龟 你们的长远利益会受损 如果他们看了东龟先生的视频 发现简单省心少花钱 就能轻松养龟 彻底告别养一只死一只 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养龟兴趣 他们养的龟会越来越多 因为养龟这件事真上套 所以从长远来看 东龟先生的视频对你们是有利的 能让你们卖出更多的龟 更多的养龟设备和用品 所以这么着急去黑东龟先生 是短视的 而且你们也黑不了 因为东龟先生的视频 是实实在在为广大龟友服务的 不加私货 你们这么黑东龟先生 只能让大家彻底认清你们的嘴脸 没人会真喜欢黑心人 真的 对于新关注东龟先生的粉丝朋友 如果觉得东龟先生以往的视频数量太多 短时间内没法一看完 那么记住下面的话 大水体 少换水 加躲避 春秋撤出水晒台 只要简单做到这几点 也能极大减少乌龟生病几率 一年到头也很少遇到乌龟生病 预防乌龟生病 真的十分简单 都不生病了 你还治个皮啊 总之 关于乌龟生病 就是这种情况 不好治 很麻烦 治着治着就死了 钱花了 龟没了是常态 掌握那么多的治龟方法和不懂怎么治龟 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有时候反而可能是什么都不懂 养龟越轻松 因为不懂这么治 那么治 就不会那么折腾 乌龟反而没事了 乌龟之所以爱生病 其实多数都是一些懂忙折腾出来的 不折腾 乌龟绕生病 与治龟相比 预防乌龟生病其实更简单 不过呢 由于大家对乌龟生病还是有现实需求的 后面东龟先生还是会再出一期视频 来说说他的处理问题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